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买房置地避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天窗魔法 星光伴你入眠的卧室 二地标邻居 与名圣古迹为邻的尊贵住所 三悬崖之家 峭壁上的惊险与奢华结合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天窗魔法 星光伴你入眠的卧室 各位亲爱的夜晚梦游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天窗魔法 也就是那个能让星光成为你夜晚最闪亮 伴侣的卧室设计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埃及 当时的法老们就已经在他们的豪华灵物中 设计了天窗 以便他们的灵魂能够直接通往星空 享受永恒的星光洗礼 当然 他们的天窗不是用来睡觉的 而是用来永生的 这种用途的转变 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步 跳到中世纪 天窗在教堂中大放一彩 彩会剥离让神的光芒 照进信徒的心灵深处 但是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农夫 那么你的屋顶上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开口 让烟雾逃逸 如果运气好 星星也会偷偷溜进来 现在 让我们回到现代 天窗不再是神秘的相纸 而是成为了室内设计的一部分 一个能够让 自然光线和星空直接进入你的 私人空间的奇妙设计 想象一下在一个繁忙的工作日之后 你躺在床上 抬头就能看到繁星的点点 这不就是现代生活中的一种奢侈吗 但是 天窗魔法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科学研究表明 自然光线有助于调节我们的生物中 改善睡眠质量 所以 当你在星光下入眠时 不仅仅是浪漫 你其实是在进行一种古老的健康疗法 只是不用再去埃及的金字塔下找法老的灵魂来帮忙了 当然 天窗也有它的缺点 比如 如果你住在北欧 那么夏天可能会有一个小问题 太阳几乎24小时都在天空中 这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魔法遮光 连来保护你的睡眠 另外 如果你恰巧 住在一个多雨的地方 那么雨滴敲打天窗的声音 可能会变成一种自然的摇篮曲 也可能会让你整夜难眠 总之 天窗魔法是一种古老而现代的艺术 它将星光和梦境编织在一起 创造出一个既浪漫又实用的睡眠空间 只要设计得当 它可以是你卧室中最迷人的特色 一个让你每晚都能与星星共舞的魔法舞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地标邻居 与名圣古迹为邻的尊贵住所 当然 住在世界著名地标旁边 听起来既尊贵又浪漫 不是吗 想象一下 每天早上醒来 拉开窗帘 埃菲尔铁塔 金字塔或者长城就在眼前 但是 住在这样的地方 生活可不 总是像明星片上那样完美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 住在意大利比萨斜塔附近的居民 想象一下 你每天都要忍受成群的游客 试图用手指 扶正斜塔的照片 而且 你永远不知道 当你告诉别人 你住在哪里时 他们是真的对你的住所感兴趣 还是只是想要一个免费的导游 再来看看埃及的金字塔 是的 他们是古老的奇迹 但是你知道沙尘暴是怎样的吗 每次沙尘暴过后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家里到处都是沙子 而且 你的扫帚可能比你的车还要有用 住在中国长城附近的居民 可能会告诉你 他们的家园是历史的见证者 但是 他们也可能会抱怨 那些不请自来的游客 他们总是好奇的 偷看你的院子 就好像里面藏有另一个秘密的长城似的 不过 住在这些地方也有它的好处 比如 如果你住在巴黎圣武院附近 你可能不需要买闹钟 每天早上 钟声都会准时提醒你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然 如果你是一个晚睡的人 这可能就不那么有趣了 在罗马 住在豆兽场附近的居民 可能会对你说 他们的窗户是最好的历史书 但是 他们也可能会抱怨 那些试图模仿决斗式的游客 他们在街上挥舞塑料件 好像真的能召唤回谷 罗马的荣耀似的 总之 住在民生古迹旁边 可能听起来很有吸引力 但实际上 它可能意味着 你要和成群的游客 不断的噪音 和偶尔的不便共存 不过 如果你喜欢历史 喜欢文化 那么这些小麻烦 可能就不算什么了 毕竟 不是每个人都能说他们的邻居 有几千年的历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悬崖之家 峭壁上的惊险与奢华结合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 诙谐的方式来探讨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 你醒来 拉开窗帘 而不是看到街道 邻居的房子 或者是一棵树 你看到的是一片 无边无际的大海 或者是一座壮丽的山脉 这不是你在做梦 这是悬崖之家 给你的日常体验 这些房子 就像是现代版的阴巢 建在峭壁之上 既能让你感受到 与自然界的紧密联系 又能提供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 首先 我们得承认 住在悬崖上的房子听起来 既刺激 又有点疯狂 毕竟 大多数人会选择远离那些 可能会让你一不小心 就掉下去的地方 但对于那些 寻求刺激和独特生活体验的人来说 悬崖之家就像是现实版的 哈利 波特中的格兰芬多塔楼 只不过这里的魔法 是由现代工程和建筑设计师的 巧手创造的 悬崖之家的设计 通常需要考虑到极端的天气条件 地质稳定性 以及如何将建筑物 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中 这些房子不仅要美观 还要坚固 足以抵御风吹雨打 想象一下 建筑师们在设计这些房子时 必须像是 在玩一场高风险的乐高游戏 每一块砖都可能是决定 整个结构命运的关键 但是 一旦克服了这些挑战 悬崖之家 就能提供一些 无与伦比的体验 比如 你可以在自己的阳台上 享受私人的日落景观 或者在透明的玻璃地板上行走 就像是在空中漫步 这些房子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隐私感 因为很显然 你不太可能 有邻居从你的窗户偷看 当然 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 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除了昂贵的建造成本 和维护费用 住在悬崖之家的居民 还必须时刻准备好 应对可能的自然灾害 比如地震或山体滑坡 而且 如果你是那种 经常忘记买牛奶的人 那么住在这样一个 难以进出的地方 可能会让你的生活 变得更加复杂 总之 悬崖之家 是一种极端的住宅选择 它将精险与奢华结合在一起 为那些勇敢的居民 提供了一种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生活体验 这些房子证明了人类 对于挑战自然界极限的 不懈追求 以及我们对于 美丽景观的深深渴望 只是 如果你决定搬进悬崖之家 记得给你的保险带里 打个电话 更新一下你的保险单 毕竟 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阵风会带来什么惊喜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有趣的居住话题 天窗魔法 地标邻居 和悬崖之家 通过这些设计 我们可以在睡眠中与星星共舞 与历史共同生活 以及在峭壁上感受大自然的壮丽 天窗魔法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 它还能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让我们在星光下入眠 当然 如果你住在北欧或多雨地区 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遮光和雨滴的问题 但总的来说 天窗魔法能够为你的卧室 增添一份浪漫和实用 地标邻居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 比如游客和噪音 但如果你喜欢历史和文化 那么这些小麻烦 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毕竟 不是每个人都能说 他们的邻居有几千年的历史 悬崖之家 可能是一个刺激和独特的选择 但他也需要勇气和准备好 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然而 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 也提供了一些无与伦底的体验 让你与自然界紧密联系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对这些居住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会选择 住在天窗魔法的卧室吗 你们喜欢与明圣古迹 魏林的生活吗 或者你们敢不敢 住在悬崖之家 请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们的想法 我们一起来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